歡迎回到美國之音的時事大家談 五四運動即將 這個100年的這個紀念日即將來臨 習近平在政治局學習會議上 為紀念活動定調 要求研究五四傳統 對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中國夢的重大意義 堅定四個自信 引導廣大青年 堅持黨的領導 聽黨話 跟黨走 那麼五四運動與共產黨的意識形態 有什麼歷史淵源 中共為什麼有意淡化五四運動 科學民主的歷史傳統 片面強調愛國進步的現實意義呢 在今年這個敏感年份 強調青年人跟黨走 聽黨話 跟黨走 那麼習近平擔心什麼呢 我們來邀請專家與聽眾 觀眾 及網友朋友們一同來探討這些問題 在紐約通過視頻連線 參加我們節目的 是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 胡先生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在北京通過電話連線 參加我們訪談的是 歷史學者 獨立時評人 張立凡先生 張先生好 主持人好 各位好 好 我們歡迎兩位嘉賓 同時我們也歡迎聽眾 觀眾及網友朋友們 通過VOA視視 在YouTube上的網上直播 收看並加入我們的現場討論 我們的網址是 youtube.com 謝謝VOA China 今年中國的五四青年節 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的紀念日 這是一個大日子 也是今年一系列敏感日期中的第一個 大家都在關注中共將如何來紀念這個日子 現在看來 中共是不敢怠慢 習近平呢 他提前半個月就定下了調門 我來請教紐約的胡平先生 您怎麼看 這個習近平對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的這個定調呢 過去在往常中共總書記發表紀念五四的講話 要麼是在五四當天 要麼是在五四的前夕 前一天 前兩天 那麼這次習近平提前半個月就發表了紀念五四的講話 這本身就表明習近平他有他的擔心 他擔心人們借紀念五四之機 會發表各種各樣的所謂雜音 一旦這些雜音冒出來了 那你不壓制不行 壓制又很難看 所以他就需要事先打預防針 就需要事先給這次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定下調門 然後呢 按照這個標準 那就可以事先防止各種所謂的雜音出現 那麼尤其是要防止那些針對石壁借梯發揮的 當然也要防止那些正本情緣 根據五四運動的本來意義去紀念五四的 因為單單是五四運動的本來意義 就像你剛才談到的 五四運動所強調的民主和科學 尤其是民主這一條 你現在強調這一條 談這一條本身就多少意味著對現實的一種批評 那麼習近平顯示擔心這一點 所以他事先定得到 定得掉 這樣子來一遍呢 在紀念五四的各種活動中都能夠統一成一個聲音 然後他這次講話也談到要強調這個所謂這個大歷史觀 要把五四運動放在這個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一百七十年多年的近代一百七十多年的這個鬥爭史 以及中共九十多年奮鬥時這個終來認識和把握 要強調這個馬克思主義怎麼樣成為中國這個指導思想 共產黨怎麼樣成為中國的領導力量 以及這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等等等等 最後當然就是歸結到一點就是要聽黨話跟黨走 那麼這個我們聯繫到它的背景 也就是自習近平上台以來 那麼對思想言論的控制是嚴厲是日勝一日 那就在不久前我們還看到就是一位退休了黨校教授尹正環 寫的對老子的研究遭到禁止 那就認為這個有影射現實的這個嫌疑 我在晚上還看到一個很有趣的一段話 就是有人聽了上海復旦大學葛建雄教授的一個講座 那其中呢葛建雄就講了說馬列主義是西方最先進的文化 說思想政治理論課只能接受不能討論 還有一點呢就是1840年後的近代史不容討論 還有就是歷史研究要服從國家利益 對國家不利的不能發表等等 那麼這個葛建雄當然是中國非常著名的一個文科教授 那他講的這些話我想顯然有種反諷的意義 也就是有種所謂這個高級黑的意義 那他這個也就說明了現在對哪怕是學術研究 對歷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式的研究 對歷史研究有非常嚴厲的這種管制 這都表明了現在這個從他這個講座可以看出2點第一 在這種壓力之下 國內的這個文化人知識界的人很難發出不同的聲音 另外呢他們對這種嚴厲的管制又是相當相當的不滿 那麼考慮到這個背景 那我想我們就對這個習近平要提前半個月 發表這麼一個講話 就可能有個更全面的了解吧 好的 那麼這是習近平發表這個 《論五四》這樣一個講話的這個背景 那麼習近平他在講話當中呢 要求闡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青年運動的 這樣一個關係 那麼下面呢我們就來看看這個五四運動和共產黨 究竟有什麼關係 我來請教北京的張立凡先生啊 為什麼中共重視這個紀念五四運動 一個提出民主科學口號的這個五四運動 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究竟有什麼源源呢 這個其實這次這個講話 因為談到要研究五四運動和中國青年運動的關係 這個我們就想請這個毛澤東在五四二十周年的時候 1939年的五四 他就寫過一篇文章在青年運動的方向 他提出呢 他提出呢五四是反帝反風箭 然後也包括要反這個當時的國民黨政策啦 所以呢基本上來看啊 這個當時毛澤東寫這篇文章 他是主要的強調是這個五四對就體制的反抗 所以呢他 他這個呢 這個呢是中共作為一個在野黨的時候 他產生的那個五四運動的革命意義是這樣的 他現在這個中共已經變成革命黨變成這個執政黨以後 那現在也開始有一些人開始用這個五四的這一套理論來這個來批判共產黨 批判這個執政黨 比如我們看到這個北大的馬克思主義學會 還有其他各大學也有類似的這種學生團體 他們就是還到這個工人中間去 然後呢支持工人運動 反對資本家的博學 這個東西不就是當年這個共產黨搞的東西嗎 什麼這些娃娃們都學會了 所以這樣的這種五四用這個共產黨的理論 來反對共產黨來統治的這個做法 現在可能引發了恐慌 所以現在竭力要把這個五四的解讀呢 變成一種官方引導的 新年運動方向的這麼一種學生 當然我想很可能 這個文革過來人都足夠這個新年運動的方向 我估計當年這個領導人可能 也是他的這個鐵毛選的時候 其中重要的一些 所以呢我想這個年輕時代的這個 記憶會重新覺得這個東西可以方向 還有我們看過去 就有過不斷地有過這一類的方向 比如說延安文藝座談會 對又有了一個北京文藝座談會 古田會議又有新古田會議 嗯 那麼當然這個五四這個 跟青年運動的這個論述 當然也要由現在的領導人來做出 所以呢我想他可能就是考慮到這些原因 所以他一定要強調這個五四運動 它是這個中共統治合法性的一個 重要的來源 所以五四這個前後的這個 這套這個思潮啊 社會主義的思潮 它在各個大學 尤其是北京大學這樣的大學 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的這個研究會 然後呢這個又加上當年這個 所謂十月革命一聲炮獎 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明主義 這都是這個毛澤東所講的東西 嗯 李大焦當年這個介紹這個馬克思主義 和傳播 以及最早的共產黨組織啊 共產黨小組在北大成立等等 這都是在中共所謂這個 第一次黨代會之前就已經發生的事情 所以這些呢可能就會成為這個 就是中共現在統治中國的 一個主要的合法性來源 所以它一定這個從領導人來講 它一定要捍衛 要把持住這五四這面極致 不能讓對手把它拿去 今天做這樣一天講話 我覺得確實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謝謝 好的 那麼現在呢 我給大家選讀一些網評 然後我們回到我們的節目中來 《午夜星空SZ》 他說強調聽黨話跟黨走 我覺得也算不上 習近平曲解五四精神 中共因為從49年以來呢 一直就是這麼宣傳 這麼要求的 現在只不過習近平迫於內憂外患的局面 特別需要凝聚人心 擺脫困境 用幾句廉價的口號忽悠年輕人 可惜前驢即窮 江郎才盡 連上山下鄉 這人人痛恨的模式都翻出來炒冷飯 看著水平遠遠不如毛時代 倡導德先生 塞先生的五四精神 中國當局不僅是曲解 更是背離反動 Dom Free 他說五四運動革命跑贏了啟蒙 為什麼帶來的是血清革命 這才是五四運動應該反省的問題 福答 習近平跟黨走聽黨話 怎麼聽都像黑社會老大的口頭禪 共產黨只是一個政治組織 號召全民為其獻身 這不是邪教 是什麼呢 我們回到我們節目中來 習近平他要求要加強對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 以及五四精神的研究 那我們現在就來回顧一下五四的歷史 來探索什麼是真正的五四精神 我來請教胡先生 在您看來什麼是五四運動的歷史傳統 五四精神又是什麼呢 說來也很有意思 五四這個節日是現在所謂兩岸三地 就是大陸 台灣 香港 還加上海外的華人 唯一的一個共同的政治性節日 其他的節日那是你過我不過 或者我過你不過 你像十一那是大陸的節日 那不是台灣的節日 那雙十節那當然是台灣的節日 不是你大陸的節日 那唯有五四 這個是兩岸三地 包括海外的華人 他們都要紀念 都把它當成個節日的 尤其是文化界知識界的一個共同的節日 那麼說來五四它的歷史地位很奇特 它越到後來越成了一個劍靶子 什麼劍都往上都射 到後來你都很難分清 什麼是它的本來意義 什麼是它的隱身意義 因為有時候隱身意義給說的太多了 它的影響甚至超過它本來的意義了 那據我所閱讀而言呢 我覺得還是那個已故的華語學者周策縱 寫的那本《五四運動》 《現代中國思想革命》這本書 在最中肯、最平實 論述也最完整 對《五四運動》的整個這件事情的描述 以及對後面的影響 當然我們知道《五四運動》本身 談到《五四》它其實也有兩個含義 它第一個含義就是發生在《五四》當天 以及其後隨後的這麼幾天 發生了一些學生運動、街頭運動 另外《五四》又指在1919年前後幾年間 發生的新文化運動 這兩個事情其實是兩回事情 那麼當然第一個意義上的《五四》 那就是幾千個大學生、北京大學生走上街頭 走到天安門廣場高呼外抗強權、內成國賊 要求廢除21條 所以具有很鮮明的反對這個帝國主義的性質 而當時呢 思想界也提出所謂德先生、賽先生 也就是民主和科學 還有高呼打倒孔家店的口號等等 那麼《五四運動》在這個意義上講呢 它確實也是當代中國的這種所謂激進主義的一個爛山 包括共產主義的一個思想源頭 當然話要說回來 在《五四》當時 那是思想界是呈現一種所謂百家爭鳴的局面 在當時的情況下 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只是其中的一個思想流派 而在當時它的影響力並不是那麼大 只是這個思想流派到了後來成了氣候、漲了泉 那麼回過頭來 他們自然就對他們這個思想源頭就大加渲染 就給人這種很強的感覺 似乎在《五四》的時候 這個共產主義的這種思想的影響力就非常非常的大 其實並不是這麼回事 另外呢當然談到《五四》 我們人們也常常把它勘測 它的主題當然還是大家都知道所謂民主和科學 而且德先生、賽先生 而且人們更多強調呢其實還在於民主 另外關於《五四》運動呢也有一個類似的 就是很流行的說法 就是所謂這個談到當代近代中國的所謂 《救王》和《啟蒙》的關係問題 有種很流行的說法 所謂《救王壓倒啟蒙》 這個當時國內的學者李澤厚 實際上他一個美國學者 一個叫蘇哲恆的 他原來就提出了這種觀點 不過在我看來呢 其實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 與其說是《救王》壓倒啟蒙 不如說是《救王》推動了啟蒙 《救王》往往成了啟蒙的一個催化劑 像甲午戰敗就刺激出戶需變法 八國聯軍倒逼出了一個預備立憲 而《五四》運動呢就是在二十一條的刺激下發生的 因為當然這個道理也很簡單了 正因為你中國政府在外交上遭受挫折 那麼人們就可以指責你的外交受挫 屬於你內政不休的結果 那你是政府失敗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政府就很難壓制內部的批評 所以到頭來呢 他反而成了一種啟蒙的一個契機 他事實上從歷史上看 我覺得是應該起到這麼一個作用 另外談到五四 我覺得其實他最重要的一點 那就是作為所謂五四精神 應該說他就是體驗了一種啟蒙的精神 那五四運動不管我們怎麼評價他 他畢竟首先他是一個啟蒙政府 反對政府的這麼一個行動 所以他才會成為後來 包括五七年這個大鳴大放反右運動中 乃至一到八九年 這些學生們他們的精神來源之一 那就這種批判精神 而這一點呢 恰恰是這個中共掌權以來 他非常非常忌諱的一點 我想在今天我們進行這個五四 我想更應該繼承的 那就是這種批判精神 好的 那麼關於什麼是五四精神 我們看五四運動的一位親歷者 已故著名的作家冰心先生呢 他有一段著名的評論 他說五四者科學民主也 他還補充說科學民主對於五四而言呢 就像月餅對中秋節 重子對端午節一樣 而不是愛國主義 說五四運動只是愛國主義 那是避重就輕 那我來請教張先生 您怎麼看冰心先生的這一段話 什麼是真正的五四傳統和五四精神呢 十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就是 21世紀中國還有五四精神呢 其中呢我也談到 就是剛才胡明先生談的這個問題 就是現在對五四的論述呢 把這個新聞化運動和這個五四 這個簡單的五四那天發生的 和愛國運動兩者混為一談 這兩者其實應該是互相有關係 但是又各自獨立 所以按這個胡適先生的解釋 他就不同意把五四 跟他們這些的文化人 所做的這個思想取消運動 完全混為一團 混為一團他覺得這個呢 就是叫做這個把這個 這個唯一復興運動的政治化了 所以呢這個胡適一直不贊成這樣講 然後這樣講我以前也談到 我能夠查到的最早的提法 這個其實是來自東中山 那麼具體來說 就是現在就是廣義的五四運動和狭義的五四運動 其實是不同的 現在呢中共強調的其實就是五四的愛國這一點 他把愛國然後呢這個作為一個這個 凝聚這個像心 就是凝聚人心的這麼一個一個概念 因為這個現在黨國黨國嘛 他黨和國是互相綁架著的 所以呢要愛國必須得愛黨 咱們也由此呢來證明中共的這個合法性 這個可能是一點 就是它跟真正意義上的五四的這個思想啟蒙的作用 其實我覺得這一點正是中共要防止的東西 要防止這個思想上有這種像當年五四那樣的反傳統 反專制甚至是反體制 那麼再包括像這個這個五四運動 對於這個這些的傳統文化的批判和反省 等等這些東西現在其實 現在傳統文化孔家電 本來是被毛澤東打倒的東西 現在就被中共重新選擇了 然後呢像老子這樣的 剛才胡亭先生也說到了 老子忽然也出了問題了 這怎麼回事呢 其實就是因為老子主張的是無為而至 而這個無為而至跟這個現在的這個領導人 這個事事要有為 這種作風是背道而馳的 老子所主張的那種就是 對這個老百姓想做什麼你就讓他做什麼 那你現在我們現在主張的是 你必須跟黨走 而且那黨要幹什麼你就得擁護 那麼沒有商量的余地 所以現在我們看這個分享的控制 已經到了什麼程度 他連老子都不放過了 嗯 這個呢也是 你很難說啊 這種東西就是五四精神 五四精神 根本上來講 它就是一種 最舊秩序的批判 那現在你能批判 中共所建立的這七十多年的這種秩序嗎 嗯 然後你再對比一下 那當年北洋軍閥最大五四運動的態度 和現在這個中共對於這個思想啟蒙的態度 你就發現實際上這個 北洋軍閥是在當時來講的言論 和這個思想交流等等 再加上新聞自由 這些環境都是非常寬鬆的 嗯 那現在你有這樣的環境嗎 那這一切啊 就是現在所講的科學與民主 現在變成了一種對現實的環保 而且我也上次我也談過 我說現在是用科學技術來監控民主 來打壓民主 現在變成了這個 德先生和蔡先生 本來是這個兩萬一體的東西 而且他們是從西方來的 不是什麼中國土生土長的東西 而現在呢 其實是根本上來講 這套 這套體制就是反西方的 而且是反自由 反民主的 所以呢 他就學會了 用這些高科技手段 來制約民主 來打壓民主 把德先生和蔡先生也背立起來 嗯 現在我們看到的東西 和真正的五四傳統和五四精神 這個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即便從愛國主義這個角度來講 現在做的其實也是 只不過是打著愛國的旗號來愛島而已 謝謝 好的 那麼我再給大家讀一些網評 李中本 他說五四運動呢 受到國際各種思潮的影響 最主要的是提出了 德先生與賽先生 絕非中共所改變歷史那樣 扭曲為中共建黨的運動 中共為了給自己的需要 經常性的虛無歷史之外呢 就是如此隨意拔高自己的地位 來篡改歷史 所以一定要將歷史恢復其本來面目 馮韋斯特 他說中共對五四的解釋 是建立在掌控公開場合的 歷史解釋的話語權 表面看來呢 是中共把私貨成功地夾帶其中 其實對於歷史有獨立思考的人群來說 展現的是一副猙獰的強盜嘴臉 不提百年來大家早已熟悉的 賽先生和德先生 習的提法呢 是把所有的人都當成 和他一樣的梁家河 肩扛二百斤不思考的壯漢 傅政輝 他說百年前發生的五四運動 是中國學生自發的愛國運動 其後呢由胡氏 陳獨秀等人 所領導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與反帝反封建文化結合 否認 中國自身文化價值 認同西方文化和民主 對中共的發展有強烈影響 因此1949年之後 中共對五四運動的闡述 是愛國進步科學民主 而提倡跟黨走 就是實現這五四精神的重點 在論述上合乎中共的歷史觀 和理論思想邏輯上也並無不妥 我們的聽眾觀眾網友朋友們 各種觀點都有 我們在節目中呢 我們在這個接下來節目 討論當中可能會涉及到 這些各種觀點 這麼我們看來顯然呢 中共和習近平對五四精神 根據我們剛才嘉賓的 兩位嘉賓的這個分析討論 以及絕大多數網友們的這個意見 顯然中共和習近平呢 對於五四精神 是做了實用主義的解釋 即強調愛國主義 淡化科學和民主 我來強調胡先生 這樣解讀可以嗎 確實就像你剛才談到的這個 習近平他淡化了五四運動中 這種民主和科學的這個他的精神 而是片面地強調所謂愛國主義 在當時避重就輕 顛倒主次 他是對五四精神的一個蓄意的歪曲 對五四精神的這種嚴格 那麼就拿愛國來說 其實也大有商榷的餘地 你要說愛國 那義和團是不是愛國 那可見愛國不是問題 你如何去愛 這才是個問題 再有呢 愛國不等於排外 就在五四運動中 當然他們當時主要是反對 和日本簽訂的21條 但是呢 當時的學生並不是 對所有的這個外國都持種反對態度 那據很多當時的一些繼續 就告訴我們有些遊行的學生 經過美國大使館的時候 向美國大使館歡呼 還有人喊美利堅萬歲 可見當時呢 五四運動並不能簡單地 歸結為所謂這個反對 也就是在很多學生心目中 那麼西方仍然是他們所向往 他們所學習的對象 再有呢 光拿五四運動提倡的 所謂德先生 賽先生 這兩個本身就是英文詞 就是個外來詞 可見當時的所謂愛國和排外 完全是不一樣的 再有呢 愛國更不等於愛政府 五四運動恰恰是反政府的一個行動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這和現在中共所宣稱的 力圖把愛國等同於愛政府 等同於愛共產黨 這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我想從這個角度來看 為什麼對五四 我們始終能 中共建政以來這麼幾十年 我們始終能夠發言 有兩種不同的解讀 這兩個不同的解讀 一個相當重要的一點 那就是把愛國等同於愛政府 愛政黨 還是把愛國更多地看成 一種批評的精神 表現為對政府的批評和監督 這個是其實是這個朝野之間 共產黨和民間 在這個對五四運動的評價的 一個非常重大的分歧 那麼中共和習近平 他實用主義的另外一個方面呢 是淡化甚至歪曲五四運動的歷史 事實和傳統 只強調它的現實意義 用習近平的話來說呢 就是要深入研究五四運動 倡導的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思想 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 重大意義 使之成為激勵人們奮勇前進的精神力量 我來請教張先生 如此紀念五四運動一百週年 有意義嗎 這五四的這個當天啊 或者五四那幾天的這個歷史事實 其實是被官方史學這個嚴重歪曲的 怎麼說呢 就是當時實際上在北洋政壇上 存在著就是以梁啟超為代表的這個進步黨 和這個安福俱樂部這個所謂安福系 兩個政治派系之間的這個鬥爭 這個梁啟超這一派呢 他就利用了巴黎和談中這個啊 這個當時中國代表團出現的一些記事狀況 有可能簽字 然後呢他們提前把這個消息散發出來 其實是為了要倒掉當時的內閣 形成一部閣潮 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來講 這個青年的愛國熱情本身也是 最後有這個政客們的 這個政治鬥爭的這個粹性 但是而且當時所謂啊 打倒的三個這個賣國賊啊 什麼曹張露、曹若霖、張忠、祥、陸宗宇 其實他們本身倒是很冤枉的 就是說這三個人只是外交人員 並不是真正的決策者 只不過呢 因為他們當時正好負責這一塊 那麼這個從梁謝昌他們這個派系來講 他要倒閣的話 就要針對當時負責這個外交的 因為有巴黎和會的這個大背景之下 所以呢他們就要針對這些人 那這三個人實際上就變成了一個 學生切分的對象 而且呢當時也發生了所謂火燒趙家龍 這樣嚴重的這個 這個燉火這樣的暴力事情 或者說是恐怖事件 而且還暴打了張宗祥 但是北洋政府對他們還是很仁慈 這些學生後來也都被釋放了 你要看現在這個北大這些馬克思主義學會 去生員工人的這些個學生 他們現在還被關了呢 已經半年多了 這個從去年關到現在吧 這個還沒有獲得稅 所以你現在很難把這些事情跟現實做比較 那當然這個現在我們看 中共領導人他要紀念五四 他還是就是以這個愛國 來綁架這個思想自由和這個思想解放 所以他一定要綁住這點 把這五四歸結到這個 中華民族偉大的這個 復興的中國夢 要歸結到這個裡頭去 你這個 有句話說 愛國主義是什麼 流氓最後的避難所 有這麼一句話 現在就是也沒有別的可打了 旗號可打了 那麼當然就是用這種辦法來提引青年人 所以現在像我們這樣的老年人 或者毛時代的過來人 甚至是六四的接力者 我們大家都不相信這一套了 所以現在也只能是從娃娃抓起 從青年抓起 然後從什麼學習強國的APP 這樣的電子版小紅書抓起 從什麼少年號 這樣對兒童的洗腦抓起 現在只能搞這些東西 在本身也是一種危機 就是已經感覺到 只能靠爭奪青年 來維繫這個權力的合法性了 我覺得現在的情況就是如此 好的 那麼現在 我們有大量的網評來回應 我們兩位嘉賓 給大家選讀一些 Oh my God Oh my God 他說用中共現在的標準 五四運動就是一小撮 不明真相的學生 在境內外敵對勢力煽動下 犯下了巡訓滋事罪和顛覆國家罪 STG007 共產黨在取得政權之後 打天下的經驗都變成了 防民治民的教訓 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的中國大陸 居然還沒有一百年前 民治初開 沒有黨禁報禁 真是很諷刺 天安門上太陽落 他說五四運動標誌著紅色蘇聯 全面介入和干涉中國政治的開始 它同樣標誌著中國近百年來 中國傳統文化 近千年來最黑暗的時代 拉開了序幕 David Su 他說五四精神的光芒 始終引領著中國人 走在尋求民主科學 那條荊棘崎嶇的道路上 福達 他說 說習近平強調五四運動實為可笑之極 一面踐踏民主精神 一邊修憲完成自己的終身皇帝夢 這不是瘋子 就是權力欲望讓其利令致昏 回到我們的討論 習近平這個講話當中 最引人關注的可能就是這段話 他說要加強對廣大青年的政治引領 引導廣大青年自覺堅持黨的領導 聽黨話跟黨走 這話說的真是夠直白 很長時間沒有聽到這個中共領導人 直接這樣直白地說這樣的話 聽黨話跟黨走 有人說聽黨話跟黨走 也是習近平全篇講話 這個話龍點睛之筆 我來請教胡先生 您同意這種說法嗎 習近平他為什麼這樣直白呢 這確實是話龍點睛之筆 聽黨話跟黨走 這話說的很直白 但是其實也還不夠直白 我想習近平他真正想說出 又不便說出的話是 聽我的話跟我走 因為這是煉營主義是政黨的一個基本特點 就是把黨和領袖是直接畫等號的 你想當年蘇聯的詩人馬雅科夫斯基 他那個常識煉營裡頭就講得很清楚 就說這個在歷史老人看來 黨和煉營哪一個更可貴 他說當我們說黨 我們指的就是煉營 當我們說煉營 我們指的就是黨 這個黨和領袖是直接畫等號的 我們也記得當年那個毛澤東提出這個發號召 向雷鋒同志學習 那學習什麼呢 那林彪就做了說明了 林彪提示就是說的 讀毛主席的書 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所以你把這句話連起來看到 毛主席的意思就很清楚了 就是要向雷鋒同志學習 學習什麼 學習他讀我的書 聽我的話做我的好戰士 那習近平他就是這個意思 只不是從他口裡不能說的這麼直白 但是我敢擔保 等到過兩天 這個五四那天到了 那中共的其他領導人 發表紀念六四的一些講話 以及這個官媒發表紀念六四的一些文章 那麼他們一定會把這個學習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一條 把這個習和新的地位幾個維護 把這一點特意地強調 因此他也是實際上也就是 對習近平這個講話做一個 更詳盡的一個說明 好的 那麼我們看到 這個海外媒體就注意到 說今年當五四遇到了六四 習近平就強調學生要跟黨走聽黨話 那麼這些觀察人士都說 1989年六四慘案之後 中共對紀念五四運動非常謹慎了 動靜也都不大 但是今年不同以往 我來請教張先生 在今年這個敏感年份 習近平直接要求中國青年 要聽黨話跟黨走 這是什麼意思 他擔心什麼呢 這個三十年前 這個1989年剛開始的時候 我記得這個大家知名分子裡就在意了 說今年敏感 他說今年是這個五四運動 這個七十週年 然後呢又是中共建政 那個是幾十週年 這個再加上呢就是法國大革命 兩百週年 等等等等 反正就是這幾個日子 都湊在一塊兒了 結果呢 這個意義成谶 就發生了六四事件 所以呢現在呢 今年呢 你要算起來啊 五四六四 然後中共建政 然後還有什麼 金江七五事件 還有這個 這個基藏 這個達賴喇嘛出走 也是六十週年 然後還有什麼七五事件之外 還有一個什麼法輪功 這個也是 法輪功可能圍中南海吧 這些這些都 都趕在今年是一整數 所以我覺得 今年這麼一個高度敏感的年份呢 有很多事情要一做防範 所以這個不能等到了那個日子 再防範那就晚了 所以我想這個聽黨話跟黨走 其實還有這個 更後面可以再有六個字 比如說不鬧事 然後呢有飯吃 這些最好也能加上 這樣如果能加上呢 可能這個 誘惑力會更大一些 現在這個不鬧事 這個可能是這個 真正想要說的話 所以因為你聽 聽黨話跟黨走 肯定是不能鬧事了 但至於這個 有飯吃這一點呢 我覺得覺得有點難說 因為今年還要 下山下鄉了 那這個也就說明 畢業季是失業 這樣一個形勢 對中共來講是非常嚴峻的 這個今天兩會的時候 就有媒體問我 我就是說 當我們問說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我說就是就業 現在來看 去年是820萬吧 這個畢業生 今年有860萬 去年呢可能都沒消化完 要麼留在家裡啃老 今年呢又來了這麼多 那麼這個肯定 在中美貿易戰和產業結構 發生變化的這個背景下 很難找到工作 要不然農民工為什麼 都要去回鄉創業了 其實就是變相失業嘛 所以這個形勢 對中共來講 也是非常嚴峻的 它必須要穩住震腳 那穩州震腳靠什麼呢 所以我覺得就靠講話 講一般話 安撫一下大家 這個讓大家跟著走 不要有其他的想法 把今年給渡過去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真正的 因為最擔心的事 無非就倆 我以前也講過 一個是中共流失政權 一個是領導人失去權利 這兩個是最擔心的事 謝謝 好的 那麼現在還有大量的網評 我再給大家抓緊時間 我們選讀一些 首先是 《I think therefore I am》 它說五四運動開啟了 近代文化啟蒙的支點 是那個時代的學生 通過反對二十一條 表明自己對國家的熱情 除了愛國的成分 更深的是由此發現了國家 如此赤貧落後的真相 並由此開啟掃盲運動文化啟蒙 普及對科學的瞭解 以實現民主的企圖 傻哥王 傻哥王 他說跟黨走 真是個笑話 現在習就是中共的教主 中共都跟著習走 換句話說 全國都跟著習走 就它那麼一個草包樣 先是厲害了我的國 不到一年 就開始要防範種種風險 讓全國都跟著它 到不可測的風險嗎 J.Cathering 他說聽黨的話一國兩制 聽黨的話領導人任期兩屆 聽黨的話集體領導 聽黨的話改革開放 聽黨的話公有制 給私有制讓道 軟尾成 他說所有的歷史都會被 現代的人拿來為己所用 根據自己的需要 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現在還有這個 不到兩分鐘的時間了 這樣 我給我們兩位專家 他每人一點時間 給我們節目做個結論 首先 顧平先生 我覺得這次習近平的講話 它就是個打預防針的作用 那我們可以想見 在這次紀念五四運動的活動中間 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聲音 一些所謂雜音的出現 那習近平他這次要迫不及待地 提前這麼半個月發表這個講話 本身就他感覺到 那麼在高壓之下 還是這個暗潮洶湧 同時這點也表明了 人們尤其是知識界 尤其是年輕人 對習近平這種壓制是非常不滿的 所以我想單單從習近平這講話 本身就已經揭示出非常嚴重的 非常多的這個中國當地中國的一些社會問題 好的 那北京的張立凡先生 其實互聯網時代就是一個 這個容易激發民粹主義熱情的這個時代 那麼現在呢就是要這麼做 就是高級五四的旗幟 鞭隔五四的精神 然後呢把這個民粹主義的 這種反體制的能量 轉化為擁護黨跟黨走的 這種所謂愛黨國的這種能量 這個可能就是現在領導人要做的事情 謝謝 好的 那麼最後我們用西利 我們一位網友他用 我們來結束我們今天這個節目 西利這位網友說 列寧是德國給俄國注入的禍水 說五四運動 共產黨 也是列寧給中國輸入的禍水 因為中國社會沒有發展到那個程度 文明更沒有達到那個高度 好的 我們今天實施大家談討論 到這裡就結束了 時間關係 不能一一宣讀網友的所有評論 以及回答網友們提出的所有問題 我們感謝胡平 張立凡 兩位先生參加我們的節目 我們實施大家談 是一個自由的論壇 嘉賓 聽眾 觀眾發表的 都是個人觀點 不代表美國之音 明天我們實施大家談呢 要關注熱點話題 民主能不能當飯吃 看郭台銘引爆的論戰 此外也請關注我們的美國觀察節目 好 我是許波 我們下次節目再會